這是這禮拜的季度 這禮拜我寫一個Python的應用程式 在這個Linux系統的筆電上面 這個Python程式會透過UDP 一個網路的Transport Protocol 把訊息在real time 傳送給我們的坐墊 那邊的坐墊 的UWP UWP Universal Windows 就是UWP的應用程式 那 這個UWP的應用程式呢 它是一個UDP的Server 然後它的那個孔 它的Port Number 是8008 那我們就看看我們的Client 也就是說我們的Python 在這個VDN上的應用程式長得怎麼樣呢? 就是 就是如此 它呢 就是新增一個UDP的Socket 然後呢 它會傳hello world 給我們的 給我們的那個坐墊 我們坐墊的IP是這樣 然後Port Number剛剛看到的就是8008 OK 那 我這樣按Enter 它會把訊息馬上傳到我們的坐墊 但是呢 我們要傳好訊息 我們要先把這個Server把它打開來 Server把它打開來 那等一下訊息 從那個筆電 傳過來這個坐墊的時候呢 這個Text Box的訊息會變成hello world OK 所以呢 好 就是這個角度嘛 就是我們按Enter 我們按Enter的時候 它會傳訊息 它會傳訊息 欸 有了沒有 有了沒有 HELLO我了 OK OK